消費情報讚 給你生活有夠讚 大家好 我是逸玲 我是彥均 現在提倡天天五蔬果 防癌又健康 這吃水果的好處多多 那到底水果 對我們的身體有什麼幫助呢 我們現場邀請了專家以及達人 來跟我們分享這個話題 首先先歡迎我們的美食營養家 吳恩文 兩位主持人好 還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吳恩文 還有我們的果汁達人 陳又欣小姐 兩位主持人好 我是又欣 聽說吃水果其實學問很深 不會吧 不是有水果往嘴巴 裡面沾就好了嗎 就哪裡便宜 一堆一堆的買 然後盡量的吃 盡量的吃 就可以吃得水當當 是這樣子的嗎 我們今天要請教我們的恩文老師 趕快來教我們一下 吃水果的學問 其實我覺得像彥均的這個方法 我覺得也非常好 因為其實 其實越便宜的水果 基本上我們來看是當季的 所以我建議大家吃水果 第一個一定要吃當季的 是最好的 其實我覺得大家應該要把自己 吃蔬果 我們先想要蔬菜跟水果 這個標準必須要提高 剛才逸林一開始就講了 天天五蔬果 如果你可以做到 自己拳頭的這個五份的蔬果 是最棒的 但一般我們一般很難吃到 很難吧 對 所以現在有人又把標準提高了 因為反正我講五蔬果 才吃了三蔬果 我乾脆要求你七蔬果 或九蔬果 那至少應該可以達到四或五 所以你先用自己的拳頭來看 另外一個就是說 很多人會以為說 蔬果 蔬果是 五份通通是水果 但其實應該要均衡一下 就說如果是五份的話 我們會希望 其中兩份是水果 然後三份其實是蔬菜 會比較好一點點 因為很多人都想說 我很喜歡吃 譬如說香蕉好了 你就覺得我一天要吃五份香蕉 那其實對女孩子來講 熱量攝取就太高了 吃五根香蕉也太春了吧 對 老師 對 我只是舉個例子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有人喜歡吃西瓜 會一直吃西瓜 對 還有那個荔枝 龍眼 有沒有 一吃就停不下來 吃一斤的也很多 所以很多人就會想說 反正我要吃到五份 所以我乾脆就吃掉一斤的荔枝 或一斤的龍眼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錯誤的小話 那我們來看看 就是說水果裡面 其實最多的幾個維生素 像比如說像維生素A 它對於人的免疫力 或者是肌膚細胞 有些女孩子要修復 要再生 我像維生素A是非常好的 那維生素C是非常好的 就是必須力 必須力 很多人容易感冒 對 很多人會每天打噴嚏 或者是很多女生覺得自己的皮膚 不夠美白 我想如果多吃維生素C的話 水果裡面有可以治感冒 消除疲勞 新陳代謝 跟讓這個皮膚修護 更變美白的這個效果 那維生素A可以促進血液循環 那甚至是讓這個身體裡面 好的膽固醇會變得比較好 那另外就是說 如果你要皮膚有彈性的話 維生素A也非常的好 好 另外一個像 譬如說水果裡面有一些鉀 它對於這個血壓的平衡 甚至對於這個身體的新陳代謝 幫助都很大 那另外像蛋白質 譬如說你會為人體提供一些熱量 那另外其實我們也忽略了 有些水果裡面 其實裡面有含一些脂肪 像酪梨這些東西 那裡面其實對整個身體的 這個體力 跟甚至整個體溫的平衡 效果都很好 所以其實水果有的時候 多少可以代替一些你的正餐 但不能夠完全的代替 那如果你水果吃得夠豐富 夠均衡 其實你的營養就夠了 所以我們了解這麼多水果的營養 可是問題是 我們還沒有講哪些水果 有這些營養對不對 對啊 那這麼達人的話 平常去挑水果的話 你會注意到這些小季節 有這些水果的營養 你會特別去挑嗎 還是跟我一樣 一盤一擺呢 我們先賣個關子 不是 廣告回來我們再來看看 到底哪些水果有這些營養 我們應該怎麼吃才能吃 我們剛才聽了恩文老師說 那麼多水果的營養成分 可是問題是 哪些水果有我們需要的A B C D E 到底是哪些水果 我們應該怎麼樣來補充自己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很多人都會 被一些營養師或營養學的迷思 給困住 尤其是很多婆婆媽媽 你也知道年紀到一個程度 不是 有時候你要去記的什麼維生素A 記不住 B E 然後可以幹嘛幹嘛 我覺得很難 我比較教很多的家庭主婦 盡量在為家人挑選水果的時候 每一天盡量少量多樣 少量多樣 對 很多人會想說 今天 譬如說你會覺得說 今天剛好柳丁很便宜 你就買個三斤柳丁 對啊 這樣才華色呢 所以這兩天 這一個禮拜大家都在吃柳丁 對啊 那我教大家一個方式 就是用顏色來管理營養 顏色 如果 因為水果最容易辨識的是顏色 所以今天你不管是買蔬菜 或是買水果 如果你每次去菜市場 可以挑不同種類的蔬菜 跟水果的顏色 來區分是最好的 譬如說黃的 綠的 核的 紅色的 白色的 如果你的水果的種類的顏色 越多樣 然後量少 越多樣的話 其實你的營養就會區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我們來整理一下 台灣最常吃到這些水果 它到底可以對我們身體 有哪些幫助 稍微記一下就好 老師 剛剛不是有講 那個記憶的那一個 對 記憶很重要 真的 我們來看 譬如像番茄跟木瓜 它可以讓你譬如說常常 會記憶不好或用腦過度 容易失眠的人 比較不容易睡覺的人 其實可以多吃這個 木瓜 木瓜不是只是排排邊 沒有 還有那個風胸 很好 風胸也有用對不對 我就常打給小孩 你有青瓜 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那個都有點迷思 只要你的蛋白質 跟很多的營養素都夠的話 其實女孩子 這個部分的尺寸是不用擔心的 你說注定好好的就對了 我們再來看 譬如說像是 楊桃 鳳梨跟火龍果 那這些東西就是 它酵素比較多 如果今天你想要通便 或者是你吃很多油膩 或者是營養太多的這個部分 容易脹氣的部分 我覺得吃這個水果是很棒的 老師 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我知道火龍果是不是 血壓高的人也滿適合吃的 對 但是也不要 因為這樣吃太多 所以這是我的那個迷思 一聽到它有一個什麼效果 然後就吃大量 千萬不要 另外像椰子汁 西瓜 這些東西 譬如天氣熱 補充水分 大量的補充水分 那就可以多喝 那西瓜就要注意不要喝太多 尤其是大家容易覺得 打果汁吃更快 比吃西瓜還很快 很甜 那今天我先喝糖水了 有糖尿病問題的要控制一下 西瓜甜度很高就對了 那譬如說像是這個 容易感冒的人 尤其夏天也有很多人會感冒 那對於這個芭樂 奇異果 柑橘 就是你講的維生素C 要多補充 就可以吃這個部分 芭樂 我最愛吃 C很多 另外一個比如說龍眼跟蘋果 就是對於活化大腦的 腦細胞的這連結 跟這讓你的這個記憶力增加 這個兩個東西是不錯的 那我最近還滿乖的 我都一天一蘋果 對 真的我都有吃 所以蘋果其實它的效能 非常的多樣 如果可以的話 其實蘋果是一個 我認為是前段班的好學生 真的 就是它就於整個營養素的均衡 甚至對這個熱量跟甜度來說 它是一個是滿好的 一天一個蘋果很好 不要削皮 不要削皮 然後我都把它削掉了 好 我們再來看看 其他的像是桑橙跟葡萄 女孩子來講非常的好 他對於這個血液的一些 補血對不對 元素非常的好 氣色不好的人 或者是要補血的女生 可以多吃 那另外呢 像檸檬 水蜜桃跟這個葡萄柚 也是纖維 維他命C非常好的 如果你覺得皮膚容易乾 或者是餃子層很厚 這個多吃一點是不錯的 那另外呢 我們看到香蕉 梨子跟草莓 它對於這個保護心臟跟血管 會非常好 那甚至香蕉多吃一點 我們有很多的研究發現 它對於這個 另外 吃香蕉容易快樂 但我還是強調 你千萬不要因為某一個效果 剛好是你的缺點 你就拼命吃 拼命吃 第一個你容易過量 第二個你會忽略掉別的營養素 老師你剛剛有說 這麼多水果都有很多很好的好處 像剛剛逸琳姐 一聽到這個拔辣眼睛都亮了起來 對不對 可是牙齒比較不好 或是小朋友 或是年紀大的人 那他們應該要怎麼辦才好呢 對 他應該怎麼吸收 他不可能一下子吃那麼多 對啊 其實這時候啊 就是透過大家所知道的果汁機 真的是最好用 對 因為你牙齒咬不動 你就必須透過一些工具 對 有一些 其實市面上有很多 因為科技一直在發達嘛 對 然後這些工具都可以輔助我們 可以攝取這些營養素 因為很多人就想說 那麼多種 我吃不完 我沒有時間 對 你像看 所以懶人的理由非常多 對 現在要有 老師你一定要重要的一針進行嗎 所以科技就是要來解決 這些懶人的問題 沒錯 既然我們都知道說 這麼多水果對我們的好處對不對 那也遇到像我們這樣的懶人 如果不要用嘴巴咬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吃呢 那待會兒廣告回來 我們再來告訴你 我們怎麼用果汁機 來做好喝的果汁呢 剛才我們老師跟我們講了 那麼多水果營養的成分 大家都很想趕快來補充一下 對不對 可是 有 我們老人家牙齒不好啊 小朋友 操這個操那個不吃啊 再加上 對 懶人 懶人 忙碌的 職業婦女 對 對 我哪有時間這樣很優雅的 慢慢在那邊吃水果 然後切片這樣子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想到了一個 比較簡單懶人的方式 打果汁 好 那我要問彥居 你平常怎麼喝果汁 平常怎麼喝果汁 因為說真的 如果真的是太忙 沒有分得沒有空去的話 有時候可能是便利商店裡面最方便 對 然後有時候就是會挑 盡量挑說 它的那個天然成分多一點的 譬如說它有什麼99% 盡量到100% 感覺好像喝起來有 要再貼近水果一點點這樣子 不錯耶 它很認真 我以前說真的 我就想說沒有吃水果 就喝個果汁就好 我從來不會去看它的成分 但是你知道便利商店裡面 它所謂標榜的純度很高 它大部分都是還原的 對 老師那還原到底是什麼 對 還原是什麼意思 它是濃縮之後然後再還原 但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很多營養素都沒了 那甚至你仔細去看它很多 除了還原之外 它還會添加的一些東西 對 所以呢 你添加的那些 是你不必要去攝取的 那本來會造成身體的一些負擔 對 我就是這樣子想 所以我就改去那種 現場打果汁的那種 對 可是也 像路邊 夜市也很多 對 有很多 可是我都發現 它們都會加水 都會稀釋 然後那個水果已經擺了一攤 在那邊就是灰塵 你知道嗎 依林 我跟你說 加水已經算是良心好的 是 那還可以用的嗎 不用加糖 因為它可能買的水果的品質 或風味沒有那麼的好 也許甜度不夠 那它又知道消費者 喜歡喝甜的果汁 所以其實有一些 你會發現 有一些打果汁的一些攤單 它會在裡面加糖的 結果你為了要吃盡很多的營養素 你反而吃了很多的糖分 我會去打果汁 我是有一次就是 同事他們買個番茄汁 然後它只加美粉 不加糖 我覺得驚為天人 好好喝這樣子 可是後來不曉得 是因為老闆太忙 越來越紅 他成粉要控制還是怎麼樣 結果那個喝起來越來越稀 就是然後上面泡泡又很多 喝起來那感覺很不舒服 它加的這個美粉 是不是天然的美粉 也是一個問題 真的假的 那也要控制 因為如果美粉裡面 有其他的成分 其實你判斷不出來的 所以有時候在外面 買這個新鮮的水果 你不要覺得那是新鮮水果 打的這個果汁 但其實中間 還有很多的陷阱 就是你剛剛講 它已經切在那邊放很久了 對 已經這樣 或者是它加了糖 或加了別的東西 其實你是不知道的 所以到底喝果汁 到底不OK 我先這樣講好了 就是大家其實要有一個 對營養一個基本的概念 就是說 食物的原態一定是最好的 如果說你今天有時間 然後你也有那個 這個閒情抑制 然後你可以慢慢的削水果 處理水果 然後吃到這個都要 買水果 吃新鮮的水果一定是最好的 那如果沒有辦法達到 譬如說你剛剛講 老人家的牙口不好 甚至媽媽面對最多的問題 小朋友其實很多東西不愛吃 切好了就不吃 他看到那個樣子他就不吃 對 所以有的時候 可以把這個一樣素 藏在果汁裡面 小朋友就容易去吸收了 所以我們說 如果真的沒有辦法 吃到那麼多種 跟有時間去處理水果 我認為打果汁 一定是比較好的替代方案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會建議大家盡量用 果汁機 而不要用榨汁機 因為它會把很多的纖維 讓你吸收進去 那榨汁機只有取汁 那汁太好喝了 你知道都沒有纖維 然後都是糖分 所以很容易會攝取過量 當水喝 所以我覺得如果可以的話 應該是最接近水果原貌的果汁 包括纖維打進去的是最好的 老師 可是很 就是因為我們是有時候 去果汁機 果汁攤 去買那個果汁 其實問題也是很多 其實我剛剛說 它那個泡泡不曉得加到哪裡去 然後還有有時候 是不是蘋果汁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喝 然後就放沒多久 就歐皮了 就很那種部 對 你根本不用打果汁 你就削一顆 你不吃的話 對 叫小朋友吃 在那邊等待 這也是大家很容易 會面臨到的一個迷思 他會認為說 我的果汁 打果汁就是最新鮮的 好 一個水果它切開來之後 它其實就在進行氧化了 只要接觸空氣之後 所以那個水果 它切著放在那個空間 放多久 它就是一個被氧化的過程了 你就已經注意到了 另外一個 它在被氧化的過程是 在這果汁機裡面打的時候 因為裡面有空氣了 它就已經在氧化了 這是第二個階段的氧化 對 甚至有一些果汁店 你有沒有發現 它果汁是打在那個地方 打很強 它趕快倒給你 它又在第三個 靜置的過程當中被氧化了 所以它在切的時候被氧化了 它在打的時候被氧化了 它打完之後 休息在那邊等客人來的時候 又氧化了 所以你如果沒有 及時去喝掉這杯果汁的話 其實你以為 喝進了很多的營養素 但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很多營養素都流失了 老師 那所以叫我們去 五星級飯店 會覺得它的果汁特別的好喝 是不是因為它就是馬上炸 馬上送到你面前 是不是也有差 很多媽媽也會覺得說 乾脆我把全家大小兒子 老公集合在果汁機旁邊 你打完立刻這樣子喝 但其實我剛剛就忽略了 其實它在打的過程當中 就氧化了 天啊 那我以前好笨 我還打一虎咖啡在冰箱 那真的是 那我媽也是會這樣子啊 那個是求新安 你就是求新安 只為了事了 它其實很可惜 非常可惜 那有沒有解決之道啊 對啊 如果說它 如果它可以減少 它氧化的過程的話 我想應該是最棒的 那去哪裡找這種 可以減少它氧化的那種 所以其實啊 日本人很聰明 日本人他們之前 就發現這個問題 所以他們就是想辦法 把空氣拿掉 空氣拿掉 對 他們把空氣拿掉 然後讓我們的水果 在打果汁的 跟水結合在打果汁的過程當中 用最少的空氣 然後打成我們要的果汁 它的目的就是要減少氧化 對 減少氧化 因為水果就像剛剛老師說的 它在切的時候它就氧化了 而且蔬菜水果我們要吃的是 它的營養素之外 還有它的鹼性 對 因為我們平常吃很多經濟食物 對 肉食 酸性偏重 對 然後我們都是偏酸的體質 所以我們都會吃一些蔬菜水果 來平衡我們的酸鹼質 但是吃水果可以平衡酸鹼質 可是打成果汁因為氧化了 所以它變酸了 所以喝進去還是酸的 對 如果沒有好的果汁雞 來處理這個氧化的這個問題 你以為你吃進了很多的營養 跟鹼性物質 但其實是沒有的 不是 因為你一直認為 果汁雞就可以幫助一切 原來說還要把它蒸 還要蒸空之後的果汁雞 那蒸空會不會很麻煩 因為以前那種蒸空雞就是要熟 不然什麼... 很複雜 很麻煩 我們先用一個簡單的棉花糖 來實驗 對 我們先讓大家看到 果汁雞沒有空氣了 對 因為這一台比較特別 因為這個是日本人發明的 它在吃蘋果的時候 它發現咬了一口放著它變黑了 對 這個大家都知道 所以就是它一直在想 怎麼樣把這個空氣的問題解決掉 因為我們 我們都生活在空氣裡 我們要呼吸嘛 對 所以透過這一台它機器 它有一個棒譜 它會把空氣抽掉 真的嗎 對 那我們先用棉花糖 簡單的做一個小小的實驗 給大家看 這個是它這一台果汁雞 它有另外一個儲存瓶 對 因為很多媽媽打完果汁 其實我們要圍在旁邊馬上喝嘛 對 可是 15分鐘 15分鐘 對 15分鐘之內 不行 不行 5分鐘 5分鐘就要喝酒 15分鐘不行 還來不及喔 對 所以說其實如果說我們今天 那個守在旁邊 那要大家都有空啊 可是通常媽媽有時間 爸爸不一定有空 小朋友不一定有朋友 可是我們還在上班 對啊 小朋友睡覺了 對 然後不然就是 全家都在的時候媽媽正忙 因為要主動主席 要爭力講 也沒辦法做 對 所以說就是 它多了一個儲存的空間 就是我們可以把打完的果汁 倒到裡面 然後我把它抽成真空之後 我放到冰箱 所以這個儲存餅也可以變真空 也是真空的 所以很多食物都可以放在裡面 都可以喔 保存喔 讓它在一個真空的狀態上面 去儲存 是 這樣比較不會壞掉 對 那就很適合我這種懶人媽媽 真的耶 就我一次做好就冰著 你們要喝再去倒就好啦 這日本人簡直是這個 所謂懶人媽媽的救星 不是 真空效果 應該是要做棉花湯 讓它變成是怎麼樣子 來看看 搬我們市面上棉花湯的大小 對 這是大家都看到的 對 超可愛的 女生最喜歡的這樣 而且五顏六色 這個也可以抽真空 讓棉花湯好好的保存對不對 我們用這樣子的好 好 不然棉花湯有時候放久了 它會黏在一起 它會受潮 尤其是台灣的空氣很潮濕 對 我看到這個棉花湯 我想到剛剛老師講 水果就要五顏六色的吃 對 對不對 我們機器打開鍵 但我只要按真空保存 對 一個按鍵就好了 這樣子就好了 一直成功就OK了 它在變大耶 對 然後你會發現它 因為它會慢慢把裡面的空氣 抽... 包括棉花湯裡面的空氣 都把它抽掉 全部抽掉 對 然後它裡面空氣抽掉之後 讓它只剩下0.3大7壓 對 然後它就是讓它保持 在真空的狀態裡面 我們以為真空它會縮小 但其實真空就是長大 對 真是會變大 所以它是連棉花湯裡面的空氣 全都吸光了 是 那這樣子會有 我們剛才說放久了 會黏黏 受潮的那些問題 就比較不會了 對 像BB碗就好了 BB碗就好了 我們就把它打開 然後棉花湯就變大了 好簡單 第一次看過 拿這個比比看 原來做真空是這樣 沒有錯 我們可能不相信 但做之後發現說 原來真的是可以變真空 對啊 如果就少了那個 而且很快 它什麼都不用動 就按個鍵就好了 這個是你的媽媽最愛的 那這個我就可以直接裝好之後 放到這個櫃子裡面 或冰箱裡面去處理 如果是新鮮的水果 或是果汁 我們就冰在冰箱 它可以保持24個小時 如果我是切完這個 快的蘋果放進去 它也不會氧化 因為空氣全抽光了 那這樣抽光了之後 我們這樣子就是吃的 蘋果水果永遠都是新鮮的 而且現在不是很流行 那個生菜沙拉 什麼蔬果罐 是 彩色的那個沙拉罐 或者是我們做那個 叫沙拉的那個蔬菜條 對 你就可以放到裡面 對 那這個是抽完真空的狀態 那我們這個是打不開的 老師是男人 是 是 打不開嗎 真的不行嗎 真的打不開 因為那個氣壓的問題 這有學過物理就知道了吧 對 它上面有一個這個卸壓法 這個卸壓法 就空氣進去之後就回到正常了 它就回到正常了 就打開了 就跟我們原來的一模一樣了 就跟我們原來的一模一樣 差好多 老師 這樣子 這樣的方式是不是就省掉 你講的中間一直氧化 對 可以省掉 我們應該把它叫做那個 這個應該叫做那個 洞靈果汁 對 我跟我想的樣子 我好想把我自己裝進去 聽在你的手上 臉放進去抽真空 就不會氧化 太厲害了 所以我們今天不是 只來做棉花糖對不對 我們要來喝果汁 你喝最新鮮的果汁 你光想像 它如果可以這樣子保存 所有的蔬菜跟水果 我覺得真是一個 所有美女跟家庭主婦的 一個福音 夢想 夢想的夢幻一瓶 我好想住進去 我真的好想住進去 先用水果 先用水果 好 那待會兒回來 我們剛才看到了真空的棉花糖 也可以說是 凍鱗的棉花糖 真的 太閒情了 發不出我們通通是棉花糖 對 我們現在好想來看 那個凍鱗的水果 到底它跟人家打 跟一般的果汁機打出來 有什麼不一樣 那我們最簡單 我們先講氧化的部分 對 因為氧化是最沒有辦法去解決的 那我們氧化最簡單就是蘋果 最容易氧化 最容易氧化 因為皮削掉就已經開始要削掉 所以我要麻煩我們老師 幫我削蘋果 是 這我最厲害的 因為老師的刀工 只有可以當小助理 老師還是叫你削蘋果 然後我負責喝這樣子 沒有啦 就是說其實我們最常發現說 媽媽把蘋果削完之後呢 給小朋友帶到學校去吃 後來到學校之後 這個好像已經做過日光玉的蘋果 對 好 我們現在要來PK一下 就是有真空的果汁機 跟一般果汁機打出來的果汁 而且你知道我們動作一定要 趕快削你知道嗎 真的 萬一他們氧化的東西差太多了 我們會對不起這個蘋果 但是是不是有時候 我們怕氧化也會泡鹽水 那這樣子是不是也是OK 還是有人聽人家說 其實泡鹽水味道也是會變掉的 它會變啊 不小心 而且泡... 因為我以前都是用泡鹽水 我發現吃起來口感不太好吃 它會變得泡泡 不是沙沙 就是好像軟掉了這樣對不對 它那個清脆度就不見了 好 還好我削得很快 不要緊張 老師可以開水果攤了 我們平常在家裡就是水果可以 蘋果的話啦 就是不削皮啦 所以那現場是為了要證明 它的氧化顏色 對 老師剛剛有講 其實皮絲可以不用削 皮很好吃 我們現在是要做給大家看 那我們就是一樣各一顆 然後水 好 我們水吧 加進去 水 那我這邊幫你加 好 謝謝 水一樣 蘋果也一樣 而且是同樣一個人削的 對 老師削的 對 好 所以 實驗才正確 這是一般的果汁 蓋上去就好了嗎 這是可以蒸空的 這樣就好了 燕玲姐真的好簡單 快點 一指神功拿出來 先把它蒸空一下囉 是的 好 那它機器打開之後 它會前面會開始把空氣抽掉 像剛剛棉花糖一樣 它會先把空氣抽掉 所以其實如果說 我們比較近的話 我們是看得到裡面有氣泡在泡 真的耶 其實有耶 這邊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那是空氣 對 那水裡面的空氣 再抽出來 對 它會把裡面的空氣抽完 剩下0.3大氣壓的時候 它才會開始做攪拌 好神奇喔 其實這時候我已經可以聞到 一點點蘋果香了 因為它已經把氣抽出來的時候 已經有聞到蘋果香了 所以它就是先做一個蒸空的處理 這樣子也可以抗氧化 抽完就開始打 它抽完就開始打 所以說其實很簡單 我們都不需要去計算時間 或者是說去那個 不用去它 對 想說我現在要按什麼A 我要按B 我要按C 對 你不用在那邊 好 它準備開始了 好 同時 開始了耶 所以有時候有些果汁精 你要按一下又按一下 這根本都不用 你也不需要在那邊去調它的什麼 轉速什麼的 它就是很簡單 它就是一直蒸空 對 因為蘋果本身它還滿好打的 然後它的氧化速度也比較快 所以其實如果說我們自己在家裡 打蘋果不用花很多時間 你如果機器不理它 它一分鐘時間到它會自動停 它會自動停 對 如果說我們 我自己覺得差不多 我想要中途關掉也是可以 對 我們也可以直接按取消 對 我不想要它那麼樣的碎的話 對 就是你自己在家裡 也是可以自己去決定你 我可以中途關掉 對 好 那我們這樣就好了 所以我先要解鎖的話 我就直接按一下就好 按一下 好 氣就跑出來了 像眼前剛打出來 好像感覺沒有什麼差別 我們先倒那個真空果汁機了 對 真空果汁機 現狀那一杯是有這個 我們不要倒的 這個是 倒飯杯吧 好 好 這是真空的 然後這個是非真空的 這是非真空 非真空是這個 好 我們再放一些 真空是這個 你剛才說 因為這個是有特別 就是讓它有真空效果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它放到儲存罐裡面 像我們自己在家裡 我打完的真空果汁 我就馬上倒到儲存瓶裡面 然後下去抽真空 交給我 這裡就再一次真空 那一下就好了 是的 它就很簡單 好簡單 它就抽到它裡面空氣OK了 它就會自己停止了 對 所以我幾乎所有的果汁 打完之後 我立刻放到這個真空罐裡面 我就可以把它放到冰箱裡面 去保存 對 可以保存24個小時 那這個位置呢 會不會有些冰箱你知道嗎 旁邊側邊啊 太窄放不下或是什麼 這個都設計良好的嗎 對 都是設計好的 所以它就是 頭大生小有沒有 對 它就是剛好射送 像如果你真的很忙的話 只是可以每天早上起來 打個兩三罐 老公一罐 小孩一罐 因為大家喝的時間不一樣 對 所以都可以保存得很好 在冰箱裡面 我們這個等一下把它放這邊 待會兒呢 我們就可以慢慢看 它的氧化變化 其實現在慢慢 它顏色 杯真空這一杯 已經開始在線 我們從上面看就不一樣 對 而且你們會發現 這一杯稍微比較會有一點氣泡 對 對 會有空氣 這個是完全是清澈的 就是真空的 這邊是有泡泡的 馬上就不行了 我們才講話才講多久而已 不到三分鐘 對 它就立刻黑了 而且我們剛剛打不到一分鐘 所以你如果一般在家裡 你果汁機 你如果說 尤其是轉速越高的機器 它的 因為轉速高嘛 所以它的熱量 產生的就會越大 它氧化速度就會更快 空氣攪入進去的就更多 如果你家裡的果汁機不好的話 搞不好 它氧化速度更快 對啊 我以前 老師你會不會太一針 而且今天你有沒有發現說 我們一直都以為 蘋果汁應該是這個顏色 但其實是錯誤的 你有沒有發現 你那個冠狀也是爆出來 也是第一種 對 但其實這才是真的顏色 麻煩一下 可不可以幫我看看 就說 我如果這個水果汁 如果有真空之後番茄汁 因為我那天昨天才買 我昨天才去實驗 不到五分鐘 就立刻紮汁分離 然後就不知道喝水還是喝紮 因為紮又有泡泡 喝起來不舒服 喝水我就買開水就好了 因為你去買一罐500cc的 其實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都是泡泡 對 它倒下來之後 其實真的果汁很少 對 結果你都買到空氣了 不是老師 這好像很久 我實在是不好意思這樣 除了懶之外 我還沒有什麼嘗試 我一直以為 但其實不是 你買到的是空氣 泡泡 你不是跟我那個老闆娘說 你放心喝這個泡泡很好 他說這個都是酵素 結果是騙人的 就對了 因為以前沒有辦法解釋那個狀態 對 沒有辦法證明 為了讓大家 就是我今天我花錢我要安心 對 所以很多的不管是業者 機器的業者 或者是攤位的老闆 他們都說那個泡泡是酵素 喝進去沒有關係 今天所有番茄汁的秘密 今天要大解密了 大逆轉 今天讓我們看一下 真的真空的番茄果汁是什麼 番茄 我們等一下打完 我們再來看它的不同的點讚 所以這個放下去 它都是有一個方向 就是它要對準它的點 這樣下去就OK了是不是 對 這樣子很簡單 放下去就可以 放下去就好了 對 然後一樣上蓋 對 然後一紙繩公司 麥克風攪拌 對 那因為番茄的部分 我們最明顯就是它的 雜質分離的部分 對 對 因為我們如果說一般 我們只有喝原汁 就是老實說的太甜 對 因為我們纖維質 沒有透過我們的那個咀嚼 然後吐液的分泌 它就沒有辦法完全 營養素就是完全沒有辦法吸收的 對 所以說其實那個 那個渣就是分開 你去喝原汁 其實它就失去它的效果了 而且沒有辦法幫助腸胃蠟動 對 好 那我們等一下 就可以看一下它的效果 我覺得我們今天會看到 不一樣的番茄汁 所以這樣子 我想要加美粉也OK嗎 也是OK的 對 現在看起來都一樣 對 可是你待會兒慢慢 連這一壺你都會覺得 它有一點不一樣的變化 你會發現 因為一般的果汁機 包括像大馬力的機器 打完的番茄之後是粉紅色的 對 為什麼 因為氧化 因為氧化 氧化顏色變了 蘋果是變黑 然後番茄變粉了 因為因為空氣很多 對 所以它顏色 已經不一樣了 對 它這個已經越來越粉 有沒有 真的有差了耶 顏色變得越 跟原本顏色越不一樣 就代表氧化的越嚴重 對 你看 顏色好漂亮喔 真正的番茄汁 根本都還沒有倒出來 兩個顏色就差這麼多 這顏色好像西瓜汁 我們以前以為這樣子是對的 其實真的番茄汁 應該是真的 真的番茄汁應該吃的 可以好像倒出來對不對 好難以想像 超多好香 完全不一樣 彥均妳今天整個是打勝 都很明顯 對 有沒有一整個很時尚 真的 就是喝 有沒有好媳婦的代表的感覺 妳有沒有發現那個 簡直是營養素百分百的感覺 對 所以水果本身什麼顏色 如果打出來顏色是一樣 代表它保存得越好 香氣也差好多 而且我們完全誤會了 以前以為番茄汁打完 應該是這個樣子 對 對 我也是這麼認為 但它其實真空之後 是這個樣子 我還以為那個木瓜牛奶 對 這顏色都變了 所以我們也是可以放久 讓它去考驗說 會不會有雜汁分離 我覺得今天簡直可以用美女素顏 來形容這個真空番茄汁 真的 而且你看了剛剛的蘋果汁 蘋果汁 已經完全大變色了耶 已經變成深核色 然後跟這個顏色 幾乎還是剛剛打出來的 一模一樣耶 這是蘋果的那個 清脆的那個顏色耶 所以這都是因為真空的關係 它就把那些 對 它把空氣抽掉了 對 所以它就避免氧化的 一個那個進退 有沒有空氣差很多耶 真的 比我想像的那個差異還要巨大 老師 妳現在今天也是 大開眼界 因為我以前就是聽說 聽說 聽說 但今天總算見到了 廬山真面目 而且我才發現說 原來它的差異這麼大 我覺得今天 把很多人們過去對 果汁的這個迷思 因為有了這個機器之後 整個逆轉過來 你會發現說 原來營養跟保存原狀的 這個真空果汁 是這麼的重要 沒錯 你看我們還沒有進廣告 它就已經有變化了 不過我們還是要進一下廣告 待會兒回來看 意想不到的果汁 來…酒鬼來…你看 一下下的功夫 而且妳知道那個… 該乾掉的 都乾掉了 然後什麼叫做那個紮汁分離 這個馬上要看出來 對 已經分了嗎 分離 下面都是水 上面是紮 看到很多小的 超多 有沒有 然後我們用真空打出來 還是維持原樣的 對 還是這麼的西風通 好想立刻喝下去 聽說還有不一樣的東西 要被呈現 對 像那個氣泡的部分 氣泡 對 當然 泡泡 我剛剛認為的營養區 是… 那因為像鳳梨 鳳梨就是 老師剛剛有說它營養成分很多 對不對 然後而且 對 它的酵素 然後還有就是 它可以幫助我們排 腸味道的樹變 對 所以說其實有時候如果說 我們自己在家裡 很多媽媽切鳳梨 切切切 然後吃 小朋友說咬嘴 對 妳說不能洗 不能洗鳳梨 我超討厭吃鳳梨的 就是因為很會刮折頭 我不會討厭 只要不要我切 我都洗掉 妳明明是個貴婦人嘛 所以其實如果說把它打成果汁 樣子喝笑 果汁真的還不錯 只是說 因為鳳梨本身它有酵素 所以再加上空氣 它的泡泡就會非常的多 還有什麼 木瓜牛奶 對 木瓜牛奶的泡泡也很多 對 可是像我們在外面買 人家打的木瓜牛奶 我們看到不會有泡泡 是因為它打完它會瀝掉 對…它都會有一個網 對 對 它把它瀝掉 所以我們買到手 或者是我們到我們桌上的飲料 都不會有泡泡 快點 它鋪了那麼久的哏 我好想看 我也知道 來… 差異在哪裡 快點 彥均一指神功 好 來了… 所以我覺得要喝果汁 這個步驟好重要 不然我們這樣那麼辛苦 這樣打 結果你看 喝到醬的 而且我覺得這個發明 真的就是 把我們過去 重新對打果汁的這個事情 我覺得 而且可以說是2.0版 升級再升級 真的 真的 回好了 來了 所以如果我們假設今天 自己在家裡要打牛奶類的 你用真空打完 真的就有點像奶昔 會更綿密嗎 對 會更綿密 然後它喝不到那個空氣 那包括說 如果我們自己在家裡 我要做什麼冰沙啦 做冰沙 或者是說做濃湯 做豆漿 當然都可以 對 因為像豆漿也是很容易有泡泡 對… 妳不要再說了 妳說了 我覺得好像 這個節目要做10集 好像全部實驗完一遍才過癮 一定要吃一下 現在光看都還沒有倒出來 就已經差很多了 這邊就已經是泡泡了 這邊就已經是泡泡了 同樣的高度 我告訴你 左邊就是你喝到貨真價實的果汁 對 貓梨汁 右邊就是那個 有一點全泡泡的 都是吃了那個氣進去了 對不對 難怪如果做生意的話 用這個果汁其實真的很好賺 就是我的量 可以倒多一杯 對… 同樣的貓梨可以打成三杯 可是如果用我們這個來做生意 肯定賠本 因為它一杯就是一杯 貨真價實一杯 所以這個制裁要放在家裡才好用 這個在家裡 就有五星級的享受 妳開門的碰到立刻出來了 有沒有 好明顯 兩層 好誇張 一分鐘不到 是 就差異這麼多 所以其實那含量很少 那又變這一杯 那如果這台這麼方便的話 我們在使用上 有什麼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其實基本上它這一台 因為它設計得很好 它是用玻璃的杯子 對 因為玻璃的杯子 我們就不用擔心 像塑化機的問題 對 以前都不知道 以前我們就是的 我們就是的果汁都是塑膠 我根本就買果汁 我根本不敢買果汁機 因為就是覺得它不是玻璃 而且我覺得它尺寸設計得剛好 對 因為你 這個它剛好是800CC 對 那你在家裡 一個人其實一杯 其實量差不多 因為你在家裡 你也不可能真的 像我們外面買的 500CC 700CC 對 我們不可能 每個人喝這麼大杯 而且你知道如果是那個大的 女生其實拿起來很累 對 因為其實市面上不管很多就是 不管它是什麼安全的塑類 它在水果會有一些零零角角 冰塊會有一些 會刮到 對 它會刮痕 刮多了 它那個傷痕多了 它就會藏細菌 我們要怎麼去清理它 就是水沖一沖 對 清水 水沖一沖就可以了 因為它這個 它底下這一個是可以拆下來的 旋轉 對 它底座這個是整個可以拆下來的 對 這樣子很怕會去刮到手 還滿恐怖的 對 所以說它可以整個 把它拆下來去做清洗 那刀片 對 我們也不用擔心說 你會不好清洗或什麼樣 對 所以它下面是可以轉開的 它可以轉開 它整個可以拆下來做清洗的 它可以拆解得很細 而且你知道我幾天以為很大排 我今天第一次看到之後發現說 還滿精巧的 對 精巧的 光這個就可以沖真空 就是一個神奇 對 就是這樣一指 那它也就是這樣改善你 一指成功抽真空 對啊 所以不只是果汁嘛 還要做其他的料理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對 因為如果說像有些媽媽 自己在家裡要打一些 比如說像豆漿 豆漿 對 因為豆漿 我們是女生過25歲之後 每天都至少要補充一杯 對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 我要做豆漿的話 我可以先把黃豆先把它煮熟 對 如果拿來打精力湯更棒 因為你知道有些蔬菜是綠色的 你知道嗎 氧化之後立刻就變成 黑色 核的黑的對不對 綠綠的已經也是很慣 如果今天有這個真空的話 如果是打精力湯 有綠色的蔬果在裡面 它顏色很漂亮 那差異應該也非常大 而且你知道 精力湯因為很多東西打進去 我告訴你泡泡也滿多的 對 不是 你喝半天很多泡泡 不是 問題是那個新鮮度 就剛剛很多 以前都不知道 以為就每天這樣喝 所以果汁 精力湯 豆漿 像如果打一些像米漿 然後吃一些東西 米漿也很簡單 我們家裡的飯就可以做的 有時候我們用那個什麼 五穀米打給老人家喝的那個粥 我覺得也非常棒 真的是我們在使用上 要特別注意一些什麼 如果說假設是像堅果類的東西 我們就是搭配在豆漿 或者是濃湯 或者是果汁裡面 精力湯裡面一起下去打 你不要單打 對 你不要把它當作是那個料理 就是打粉 不能當打 不要當打 就一定要有液體在裡面 只要注意這個就好了 對 那但是水也不能過小 因為它畢竟它不是 人家強調的大馬力 我轉速很高 對 它可以磨成粉的那種感覺 因為它的力量沒有這麼大 所以就是比較建議就是水一點的 那我可以貪小便宜弄那個嗎 就是拿來用南瓜湯之類的嗎 可以 這個做南瓜濃湯也很方便 因為其實很多媽媽在家裡 做什麼南瓜稀飯 南瓜濃湯 可是都把籽挖掉 皮削掉 對 取那個泥這樣子 對 可是它的皮跟籽是最一樣的 可以幫我們示範一下 怎麼樣解決這樣的麻煩 可以 我就很簡單 我把南瓜買回來 直接皮洗乾淨 洗乾淨 那包括籽全部一起下去 然後你就是放到電鍋 把它蒸熟就可以了 對 蒸熟就可以 那如果說我今天我要做南瓜濃湯 那 那個我今天我要做的時候 我東西蒸熟了稍微放涼 因為我們這一台它是抽真空 那我剛剛不建議打乾果 是因為它那個粉末 它會吸到它的裡 好 真空的這個管子 對 因為像熱的東西 它會有水蒸氣 對 水蒸氣它也會跑到這個真空壁裡面 對 有水分也是避免量 所以我要溫溫涼涼的去打 打完之後如果要加熱 再倒出來在鍋子裡面微微加熱 就可以加熱 對 因為其實我們這一台比較 沒有刻意去強調說 你要現打現吃或現打現喝 這個問題 你有24小時的保鮮時間嗎 這個是一樣啦 媽媽打完之後放冰箱啦 對 老公回來自己加熱一下 就馬上新鮮的南瓜濃湯了 換早上的時候稍微微波一下 熱熱的就覺得整天都很有活力 那以後早上那個做不管是南瓜濃湯 或者是做一些蔬菜濃湯也好 對 就不用打果汁 順便教全家人起床 所以這樣加水去打 就是南瓜濃湯了 對 打完我就放保鮮罐嘛 然後早上只要做微波加熱的動作 就可以了 對 所以這個真空果汁機出來之後 我覺得大家就知道 原來跟傳統果汁機 真正的差異在哪裡 對 只要看到一次之後 我相信就知道 原來過去我們都 對 我們的誤會很大 我們都一直以為 那個番茄汁打出來 應該是粉紅色的 蘋果汁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黑色的 然後鳳梨汁也有 那個酵素多多啊 你看那個泡泡 泡泡要很多的 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變成 南瓜濃湯的這個 那當然我們現場做得比較簡單 對 那如果說自己在家裡 當然就是如果說像我們的老師 他就會把它變得比較美味 看你是要加什麼樣的調味料 去調味 沒有啦 我們一般也就是用很好的 雞高湯或蔬菜高湯來處理就是 是 所以我們就可以自己去調味 如果說想要吃甜的 你可以加點它 就加一點奶對不對 牛奶也可以 對 然後加一點糖 或者是加一點那個 那有些像果粒比較硬一點的 像石榴的那一些呢 也可以喔 對 你芭樂 那你要連芭樂籽一起下去搭 對 不用它連芭樂籽 對 對 然後像說 對 然後紅石榴很多人 知道它很營養 然後女生最好的那個補品嘛 用它滷血嘛 對 然後像那個紅石榴它連那個 我們要一顆顆吃真的很辛苦 對 很難感 你就可以透過下去搭 對 好厲害喔 因為氧化了 濃湯好了 上桌了 這外面賣一杯很貴 如果真的很多的那個什麼 太橘色或黃色的 那是沒有 所以我建議大家 因為你皮平常吃 我覺得有點辛苦 對 可是皮真的非常營養 所以如果你要吃到南瓜的皮 我認為用果汁雞做南瓜濃湯 我認為是最好吃到南瓜 所有營養的最好的方法 最簡單 對 所以你看我們台灣的水果這麼多 那我們也知道說 水果有這麼多的營養成分 重點是我們要用對機器 不要再用那個老舊的果菜機 然後這樣子炸 然後炸出來養分 你看都沒有了 對 而且你看它這個 放在這個瓶子裡面的這個顏色 再比較這個顏色 一整個又是再擦更多的 因為這個已經 這邊上面它有接觸空氣 已經在接觸空氣了 這個完全沒有空氣 就你講的洞鱗蘋果汁 洞鱗真空蘋果汁 對 所以說想要動名的媽媽 懶人媽媽 可是這裡要聰明 要選對機器對不對 所以今天我們真的很高興 謝謝恩文老師 謝謝國師達人 我們消費情報讚 給你生活有教讚 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